19后完全失控 满口爆出脏话连篇 怒骂鲁豫水准不高 导致另外两位导师 金星和窦文涛实在是忍不了了 愤然离场 录制现场因为乐家撒酒风 顿时乱成一国之外 金星鲁豫和窦文涛三位导师 也开始纷纷吐槽 师父是对的 关我们叫老师 老师和师父最大区别 知道什么 师父教育技法 老师教你做人的 明白了吗 在录制现场又是喝酒 又是骂人的 这正是不免让人怀疑 这不会是节目组设计的炒作吧 这是乐家老师 自己设计的环节 跟我们剧组也没关系 跟安徽卫线也没关系 这是个性所至 这是乐家的一段风格 最后你们看金箍奶奶 我都不说话了吗 我想灭的布 一个小丑就灭掉了呀 接下来还会打算跟乐家老师再次做做吗 我没有计划 下个世纪了 我现在我还不知道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看节目吧 我们俩本来